中共中央政治局27号下午就健全全面从严治理党体系进行第15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必须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首先表示再过几天就是中国共产党103周年诞辰 他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共产党员置以节日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全党必须拥保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 不断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 习近平强调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和完善党建工作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体制 大力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探索加强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 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 努力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线下线上全覆盖 习近平指出要健全雇本培圆 宁心助魂的教育体系 坚持不懈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把增强党性严守纪律 砥砺作风贯通起来 融入日常化为习惯 习近平强调 要健全精准发力 标本监制的监管体系 必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 致病强身相结合 坚持党的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 着力抓好政治监督 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监督 三众一大事项监督 以及权力集中 资金密集 资源负集等重点领域监督 切实让特权现象和腐败问题无所遁形 习近平指出 要健全科学完备 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 必须加强系统集成 全方位置密制度的笼子 深化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改革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在法规制度轨道上向纵深发展 习近平强调 要健全主体明确 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 必须分层分类建立健全责任体系 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 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 推动管党制党责任落实到位 习近平最后指出 中央政治局委员要带好头 当表率 严于律己 严负其责 严管所辖 团结带领全党 把党治理好 建设墙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墙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